下一題 這個剛才是用圖形給數字 給數據 現在是用表格給數據 用表格給數據就會回到我以前教過的一個做法 叫做為他搭齊友誼的橋樑 把它解決掉 請問你這裡如果掛7克重 會伸長量多少 掛7克重伸長量會多少 用以前的教法就解決 當然你要代公司也可以 代公司也是沒有問題 來停車站借問 這樣子是瓦椎勒 要換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2號 我選他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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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啦 你選A B2 你選B請坐下 你答案選B2 開始了 我們老師教過這個表格可以為他搭齊友誼的橋樑 搭橋 每增加2 增加4 就是增加1 增加2 增加3 增加6 增加3 增加6 增加3 增加6 增加1 增加2 增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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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表格給數據 但是呢 他問了一些別的話 問你說這樣對或不對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看一看想一想 就會曉得了 OK嗎?來思考一下 我們要找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24 24 24 誰幾例 24 答案 豬 請坐 你答案選豬喔 我們已經知道了 看搭起兒的橋樑就知道 每增加兩克重長度 多一公分 所以減少兩克重 二變零就減少一 就變成八公分 表示原來長度是八公分 原長八公分 然後呢 你就零的時候是八 表示有沒有過遠點 沒有 你畫圖長這樣 他沒有過遠點 他沒有過遠點 所以他過遠點是不對的 過遠點是不對的 然後我們講過 是生長量跟 外力成正比 不是全長跟外力成正比 然後呢 五克重呢 你就去加碼 每增加 兩克重會一公分 那五多 四變五多一 多零點五 十加零 十點五 所以搭橋就小得了 所以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會選的就是豬 這就是 用圖形給數字 或者用表格給數字 也可以用純粹文字迅速給數字 用一下虎克定律 了解一下基本觀念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例題 下面這個例題 除了用到所謂的虎克定律之外 主要是要講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產生形變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產生形變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這裡左邊六公斤重 右邊六公斤重 可是口語上會說什麼 挖六公斤重 施力六公斤重 口語上這樣 這是平常所謂講的 彈簧受力六公斤重 左邊六 右邊六 所以 這是六公斤重 題目有告訴我 一公斤重 身長多少 0.5 那六公斤重呢 就乘以六 所以就是三公分 所以答案就選C 所以這題的 除了虎克定律之外的重點 是要告訴我們什麼事 造成形變力是成雙成對的 所以同樣這一題 左邊掛兩公斤 右邊掛兩公斤 口語上會說施力幾公斤 兩公斤 不是四公斤喔 不是四公斤 OK 然後看圖就會曉得它應該是瓦錘了 這圖上已經把你畫好了 看圖就小了 它應該會多大 它應該會多大 好 很簡單 小問題 來 來 對 剛才有問過的女生 所以現在換大帥 大帥哥 叫做 二五 二五不在 二五不在 三一一 二七 一公斤 B 二 請坐 一 四公斤 剛剛跟你講了 造成形變力是成雙成對的 所以在圖上就是施力幾公斤的意思 兩公斤的意思 在圖上施力兩公斤的意思 那表已經把你畫好了 兩公斤把你點都點好了 兩公斤都點好了 兩公斤都多少 二十啊 你寫給你看了嘛 就是二十 答案就二十 所以答案就選B 寫給你看 這就是跟各位的重點 一 普克定律 二 我們提示各位的事情 注意事項第四點 造成形變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就了解 就夠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